基隆捷运的计划确定跟细致东湖捷运整合之后 最新的消息是将会采用LRRT的技术规格来兴建 但是这个只跟LRT差一个字母的名词 却被质疑是披着捷运外皮的轻轨 难道基隆捷运的规划又要降级回到基隆轻轨了吗? LRRT的英文全称为Light Rail Rapid Transit 跟我们熟知的轻轨LRT Light Rail Transit只差了Rapid这个词汇而已 但是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这就要从都市内的铁路运输形式开始说起 铁路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以运送货物作为主要目的 路线也以联络原料产地、工地、工厂为主 在1830年英国的利物谷和曼彻斯特铁路开通 虽然新建目的是为了取代运河 让来自港口城市利物谷的原物料 可以运送到曼彻斯特一带的纺织厂 加工之后再出口 但是同时提供载客服务 成为世界上第一条成绩客运铁路 由于利物谷和曼彻斯特铁路 有效地缩短了两个城镇之间的旅行时间 沿途的马车公司在无法竞争的状况下宣布倒闭 这也让更多商人意识到成绩客运铁路的潜力 开始大量铺设往来不同城镇之间的铁路 由于成绩客运铁路的主要服务对象 是长距离移动的旅客 路线沿途的车站设置 可能一个城镇或村落就只有一座而已 而且除了头尾跟重要城镇之外 大部分车站的停靠班次相对稀少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原本在大城市外围的村落 可能因为房价居住品质等等因素 吸引大量的城市工作人口迁入 发展成为卫星城镇 而为了服务这些从卫星城镇 往来大城市的通勤人口 既有的城际铁路 可能会因此调整营运模式 除了增加停靠的班次 甚至还会增设车站成为都市铁路运输的一份子 而这种形态的铁路 国外给予Regional Rail的称呼 简称为RGR 国内则翻译成区域铁路系统 区域指的是服务范围 扩及到都会区的外围 同时为了让这些长距离通勤的人口 可以更快速的往来市中心及卫星城镇 可能还会有站站停跟跳站停 等等的列车营运模式 如果是从城际铁路转变而来的 路线上甚至还会有只停靠市中心车站的长途列车行驶 但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 市中心也跟着面临严重的交通问题 而且因为土地已经开发宝盒 要拆迁这些仿舍来铺设铁路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在1860年代的英国伦敦 开始由铁路转到地下来兴建 到了1863年 全世界第一条地铁正式开通 虽然只有短短的6公里 不过营运的第一年 就载运了950万人次的乘客 尖锋时间每10分钟就发出一般车的服务 也相当程度的改善伦敦的路面交通问题 这项成功让不少城市跟进建设 空间也从最开始的地下为主 慢慢发展出混合地面高价的形式 不过共通点是提供密集的班次服务 所以也会尽量避免跟道路设置平交道 以减少营运时的冲突 另外车站会设置的比较密集 让在都市内移动的旅客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而这种形态的铁路 除了口语上常讲的地铁或捷运之外 国外给予Rapid Transit或Rail Rapid Transit的称呼 简称为RRT 国内则翻译成铁路捷运系统 虽然同样有铁路两个字 但是在车站密集设置的状况下 平均行驶速度没办法拉到太高 长距离的竞争力会比区域铁路来得差 所以服务范围也就主要落在都会区内 不过早在伦敦地铁出现之前 在城市里面早就有另外的轨道运输模式 当时人们会在道路上面铺设铁轨 并且用马作为动力来源 轻引车厢来载运乘客 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会用蒸汽机车 或者是瓦斯、轻油、煤气来作为动力来源 等到电力技术逐渐发展成熟之后 才该以电力作为动力来源 也就是所谓的路面电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于新建与路面交通完全隔绝的地铁 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成本更低廉的路面电车迅速发展 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 汽车逐渐普及化之后 路面电车免临严重亏损 再加上路线设计没办法跟公车一样弹性 又出现不少植一路面电车 造成道路庸舍的批评 除了领域量比较大的路线 可能改为新建地铁 转换方式继续经营 大多数路线都遭到拆除 不过到了1970年代 石油危机反而又让各地政府 证实到过去几十年间 过度仰赖汽车造成的都市交通问题 新建成本低廉的路面电车再次回到主流 同时出现LRT Light Rail Transit的崭新词汇 也就是所谓的轻轨运输系统 其实轻轨这样的称呼 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 不只是代表载运能力比较轻而已 在铺设的时候 还可以用比较轻的铁轨 用比较差的路线标准 降低整体的新建成本 把时间挽回推到蒸汽火车 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那时的铁轨很容易被压到断裂 后来随着铸铁技术提升 再加上反复的实验 发现到要提升铁轨的品质 重量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也能够载运更重的货物跟列车 所以铁轨的重量 也从19世纪初的每公尺2.78公斤 逐步提升到现在的每公尺30公斤起跳 反过来说如果载运量没那么大 那铁轨也就不需要那么的重 以台湾来说目前台铁规范 宽刀铁路的铁轨重量每公尺至少要50公斤 而支线铁路每公尺则至少要37公斤 阿里山林铁的部分每公尺要22公斤 过去称霸台湾中南部的唐铁 重量更是轻到每公尺12公斤就好 至于高铁的部分则要求到每公尺60公斤的规格 只不过现在轻轨这个词 不见得代表用的铁轨就必定比较轻 比方说高雄轻轨使用的铁轨重量 每公尺50公斤 其实跟台铁的规范重量一致 类似的案例在国外也可以找到 所以现在轻轨的轻指的是 新建时采用比较低的路线标准 但是这并不代表品质就会比较差 而是可以允许更小的转弯半径 让列车更灵活的穿梭在都市道路之间 除了行驶在路面之外 轻轨也可以采用高架或地下的方式来新建 完全跟路面交通隔绝开来 国外给予Lite Rail Rapid Transit的称呼简称为LRRT 国内则翻译成轻轨捷运系统 由于采用比较低的路线标准 转弯半径也比较小 所以只能允许长度比较短的列车行驶 通常车厢数也不会太多 这代表着载运的乘客数会相对来得少 因此也会把它称呼为 Medium Capacity Rail System 简称为MCEs 也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中运量系统 以台湾来说 台北捷运环状线 台中捷运瑞线都可以归类为LRRT 甚至是路线没有铺设铁轨的台北捷运纹纷纶线 也可以被当成LRRT的一种形式 而台北捷运的其他已通车路线 高雄捷运红线 曲线 则通常被归类成LRT铁路接运系统 至于RGR区域铁路系统 在台湾最标准的案例是台铁捷运化 桃圆机场捷运因为服务范围 扩及到都会区的外围 而且又有提供快慢车的服务 有时候也会被归类到RGR 只不过这些分类都不是绝对的 比方说日本东京最知名的三首线铁路 营运的单位是早期专营成绩铁路的 日本旅客铁道 但是整条路线都落在东京市中心 也只有站站停的列车而已 跟RGR区域铁路系统的心态 有着不小的差异 而理论上该属于RRT铁路捷运系统的 东京地铁路线 可能还会透过跟其他铁路公司 直通运转的方式 服务范围从东京市中心 扩大到周边卫星城镇 也很难真的归类成特定的类型 也就是说铁路在营运时 有着非常多的心态 名称不见得就代表实际的营运模式 分类也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已 基隆捷运跟细致东谷捷运 要采用的LRRT 只是代表规格上 不会用高运量的标准来兴建 不见得就是要采用像淡海轻轨 和跟轻轨一样的模式来营运 而这对于陆幅宽度本来就比较小的细致跟基隆来说 还有机会减少建设时的相关征收 至于未来这条捷运到底会怎么盖 还需要更多的追踪 这次简单分享的不同的铁路运输形式 你觉得台湾未来还有机会出现 LRT铁路捷运系统吗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拜拜